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等奉命在东华修缮壁画 此莫高支梯库内的修缮工作 本应是由公布侍郎洪大人主持 半个月前 一名工匠意外地凿穿了壁画 发现了一条密道 此密道直动一下不止瞬间 洪大人率两名工匠进入密道探究 不久便没了身形 谁让他进去的 那是 是洪大人指日要去的 而等不敢抗命 洪大人身手何在 就在这洞窟之内 你俩与公布侍郎主持 在此等候 没有我命令 不得入内 请人等 跟我入空 是 请萎东部 拖下盔甲底辫 填充道路继续前进 是 是 开关 是 程世 小心 小心 天神 停电 你 救命 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2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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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8 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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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害定王者 都不得好死 谋害定王者 齐公子 齐公子 文字幕志愿者 作詞綜 琴 Creans 作詞綜 琴 Creans 多奔 文字幕志愿者 Cannain 打 文字幕志愿者 詞綜 孔 扛吉el 押り子 峰 李英勇 这什么梦啊 这是 鸡子 鸢子 你要吓死我 现在已经是魔术了 我说你们这些东营忍者 能不能别总神出 鬼魔一惊一乍的 要不是陛下让你们这些浅荡使来大理寺学习 我早一早把你摔坑里面 机长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是侍侍的 我是不是不是忍者 那你在这叫什么呀 他们说宫里派人来船子 所以你再不起来就感动 你不早说 我关键呢 大福 少爷 怎么了 少爷 官服 快 明白 你们一天天的啊 连我的衣服都找不到 少爷 你这不是很长时间没上调了吗 别把我大理寺少庆都弄没了 尊敬的全账物是 那能不能请你修底下把我的官服找出来 你说这房子大事烦啊 从房间走到门口这么远 要不咱们把门口那块地也给他卖了 再建一栋房怎么样 那不还是一个房子的距离吗 少爷 还挺嘴 机长 你一个月没上调了 我找不到你的官服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人吗 你没有什么事 下次再建议 说得也是 妻子 找到了 小鹿 腰带 窗帘 韩月 上衣 猫窝 其梦 官薰 桌底 红袖 官妈 茶底层还装着大早呢 官人竟然又上场 喜事啊 快来 瑞和你好多妻子 没办法 我爹死得咋 我娘怕我从小没人管教 于是就给我娶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老婆 没有一个人这么爱过呢 你看他们把我官服 造成什么样就知道了 所以我从小离家这儿 一定要败掉 我爹所有的家长 这样他们就会离我而去 权子 你既没钱又没女人 截然一身 就算有天横死街头 也不会有人管 我是真的 还羡慕你啊 你也不必羡慕我 都有一天 你也能成为跟我一样 一无所有的乱 但也如此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搁脚 原来是五十两 大佛 明天换成一百两 少爷 一百两会不会太浪费了 别跟我提浪费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浪费 那个谁 过来 给你一百两 下去把那五十两给我捡回来 谢谢 是吧 我最讨厌浪费了 陈麒麟 叩见陛下 大辉公公 麻烦你钱快点 陛下要等着急了 陛下 长安城里流言风起 都说敦煌壁画里的美人 就是二十年前过世的定王妃 大理寺卿靖大人 还因此惨死枯肿 下月十五便是祭天旨 流言不止 恐怕对大典不利啊 谣言 传者下雪 再敢议论定王妃者 斩 遵旨 陛下 大理寺少卿麒麟到了 传 是 臣麒麟叩见陛下 你看看你这样子 也不学学你爹 你爹乃是我朝一代神探哪 他的儿子只物以身色全麻 朕叫你过来呢 是升你的官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理寺卿了 陛下 臣是做错了什么 要升我的官啊 朕倒是第一次听见 有人不想升官的 那你给朕说说你的理由 说得好 朕就不升你的官 那臣就说了 靖鸿与靖大人在继我爹之后 一直勤勤恳恳 而且又没到容秀的年纪 陛下此刻叫我接任 想必是靖大人出事了 靖大人去敦煌茶壁花案已有数日 按理说此刻应该在长安树植 陛下却在此刻升我植 想必靖大人已经升过 连交接都做不到 微臣才出血险 连靖大人这样的神探都做不到的事 退我去做 这不等于退我去死吗 国师你看 麒麟这小聪明的劲儿 跟他爹学得十足啊 齐大人年少聪明 实乃是破案的最佳人选 那壁画案就交给你去办 陛下 说好的居无熄言呢 你若不去 朕就罚你的罪了 朕愿令罚 好 朕罚你升官 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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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那杯子 小心那杯子 这是干嘛 好 这个 这个 放这 放这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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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嘛 少爷 你不是要去东方办案吗 顺着都下来了 放完了 你们几个 行 放这 就放这 少爷是去办案 不是办案 你们这是干嘛 官员 官员去哪 我们就跟着去哪 晓晓 你干嘛 晓晓 这次敦煌自行 就务必带上了 我以不是的真言法师 一定帮你接上 一切平安 谁说我要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可是 陛下下令你 去敦煌策查杀人壁画案 陛下叫我去查案 又没让我去敦煌 不去敦煌 任何查案 我们可以把敦煌 你也想把敦煌 我拦了 你 我会把敦煌 就在这一段话 就在这一段话 你也想要去与你 我写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明显 不用查了 凶手就是他 七次 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这个世界没那么复杂 还是笨的人比较多 来人呢 传领下去 张替了唐主席肖像 见证五百两 积拿归案 顺利 退堂 秦大爷 里边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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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安静 秦大爷 这里自己 给我来 这是个修生养性的好地方 秦大爷 里边请 你今天喝的这么少 不是你的个妇吗 你别喝 你别喝 更多一杯人 来 点这边走 秦大爷 躲日不见 让你不要正脸看了 几十岁的人了 一点记性都没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齐大人 今天想要哪位公 姑什么娘 我全家都是姑娘 今日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看会儿书呗 那 闪 闪 她就是麒麟 嗯 当今大理四卿 尖松刻薄 一脸色相 你师父信中再三叮嘱 切不可在长安露出真容 谢姑姑提醒 兵玉 自由主张 金子 他 他 他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们东西没人跳舞啊 你 她 她 是 她 杀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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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唤冰玉 夏冰玉 此姑娘乃西域有物 非中原滋味 好一个西域有物 我需要一个人清定一下 等 夏姑娘琴技出众世间少有 如不嫌弃 在下麒麟愿以任何条件 换姑娘一许绕梁之音 嫌弃 不好 你 不知道我是谁 大名鼎鼎的麒麟齐大人 把整个敦煌都搬到了长安 令西域人心惶惶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从姑娘落下面纱那一刻起 我别深深地爱上了你 唐冬玉 我要举夏姑娘为妻 你也太唐突了吧 在姑娘弹奏一曲之间 在我心里已经度过了千千万万个人 事不相瞒 连我们造在那儿 我都想好了 扶我起来 冰玉有一条件 随便说 听闻陛下明大理寺撤查敦煌壁画案 只要其他人破得此案 惯惜于安宁 并愿意下给大人 当真 我在这里等你 大福 大福 少爷 怎么了 少爷 把悬赏加到五千两 买光长安所有纸 画上凶手的肖像 我要让凶手无所对形 少爷 你这也太败家了 不是败家 你少爷我这是要成家呀 多谢 多谢 谢谢 谢谢副大人 谢谢副大人 谢谢 谢谢 快去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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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别搶了 别搶了 哎 真是适风日下啊 夏冰玥 我麒麟取定你了 我麒麟取定你了 爹 我知道以前你也是个神探 这次 你可一定要保佑我早日不安 振兴齐甲 少爷 功夫当初是抓到了 大胆一胸 你可知罪 来人的 拉出去闪了 七层 你还没开试试 这还有什么这么明显 看什么看 说的就是你 那谁 把他拉出去闪了 七层 那是武咒 他才是 不 不好意思啊 心急了 今年七月 你因耽误公器 给乌木师郎洪大人责罚 于是你怀恨在心 将其杀害 随后朝廷派大理司卿来查案 你怕事情败了 又设置机关将靖大人杀死 是也不是 小的不知道 小的真不是凶手 请大人给你查 既然不是凶手 你为何要逃 我只是被贼人劫持 放松 放松大魔逃出 我 后来 在路上遇到官兵 就被抓了 我 我没杀过任何 哎 几百个工匠都不抓 非解你一个人 我看你分明是知道 本官要查案又不去敦煌 你无从下手 想畏罪前逃 不是啊 大人 大人 冤枉 像大人给你查 我确定速度招来 本官还可以留你一个钱 陈利 我看你 搞真正的一套 记者 啊 畏罪自杀 哎呀 走开 晃过什么晃啊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秦总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我又闻到烤曾子的味道 这就对了 他用这种毒物杀害了两位大人 随后又自杀 正好闭闻 大哥 向陛下评明情况 说明我们已经破坏了 是 退堂 秦总 走 臣叩见陛下 禀陛下 敦煌杀人案已破 凶手已经伏法 恭喜陛下 这下祭天大典可如期举行 朕听闻麒麟你千金买纸 一时间长安纸柜 这凶手 不会也是买来的吧 为臣不敢 凶手经过工匠确认 且畏罪自焚 臣断定 壁画杀人一案已破 恭喜陛下 臣建议陛下立刻下旨 宣布亲往敦煌几天 旨意一出 臣相信 再无人敢拿敦煌一事造谣 此举既能安抚人心 又可定兮谣言 好 来人 在 赵告天下 朕将和太子 亲往敦煌祭天 王帝占为坚果 国师以大力四卿 随行 遵旨 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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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齐大人 别喊了 冰玉姑娘 昨天晚上已经走了 走了 她不是说她要嫁给我吗 是我等看管部舟 请大人恕罪 这 这 这 少爷 该出发了 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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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昨天晚上已经走了 对了 齐大人 冰玉 姑娘 在她的房间里给您留了封信 安卫部 甚至 齐大人 我总感觉有些不安 我怕 敦煌之情会出事 前章你说都不无道理 不如这样 今晚你帮我一忙如何 小心 那我什么来的 飞弹到后 再说不止 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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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房间里面 准备了 你现在是在房间里面 你无功高强 这次去走一圈 如果明天早上还能出来 证明案件真的已经破了 刘哥 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 你看到洞口有一个话筒没有 你带着话筒一路下去 向我们汇报情况 一旦有危险 我们就把你拽上来 刘哥 有一个标记 陈总 你看 我看了一下这宿静的城市 只要我们从隔壁的断岸上面 上下挖掘 就可以在东洋上方开个洞穴 到时候 只剩一条的绳索 就可以避开所有机关岸岛 日大洞内 你傻呀 从上面挖下来 至少也要百事兆势 挖到明年中元节 鬼都等死了 起开 不是 少爷 少爷 陈总 你看见什么了 我 我什么都看不到 怕 你往前走两步就不怕了 周仁兰是怕 你怕什么 不怕赔 肚子 我回来把火把给摊了 哥哥 权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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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真的死了吧 来人 挪开 是 你 权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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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权葬武士智勇双拳 天下无敌 先天下之优而优 替陛下舍命探动 并且毫无受伤 说明洞内并无异想 阿伯爱卿 快快请起 谢谢陛下 权葬爱卿啊 没想到这么为朕着想啊 听闻此壁画乃是一位绝色美女 可有此事啊 嗯 父皇 请让儿臣为您先行探路 你们两个 走 万万不可 陛下 权葬虽无事 但太子万一 父皇 既然权葬爱卿一夜无恙 国师就不必多虑了 那就让太子替朕先行 走 走 昨天晚上你看见什么了 我怎么都没看见 你不早说 不好了 太子殿下他 他死了 林哥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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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进去啊 七令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默化 权葬 保护陛下 群人 跟我进来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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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太子 太子要无等回避 不能看壁花 然后太子 太子自然了 师妹们想去救太子 也一起被烧死了 把太子抬出去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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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赢公 齐立 告诉朕 太子怎么死的 陛下 臣一定借尽全力 查出太子的死因 齐立 你若能查便查 不能查 也不必回来见朕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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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东口封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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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一定是幻觉 齐公子 你都已经看见我了 这怎么能是幻觉 齐公子不要 齐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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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双目一回 为何还能失误 不可能 不可能 难道 都好像不在眼前 而在我脑中 齐公子 你怎么那么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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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 那好 钱涛 我们为何会在鬼市 你怎么知道这是鬼市 空气潮湿 地下河 河中有聚焦 那时候你被困在这里 我想挖地道救你 没想到 我才能 乡村鬼市乃是一批被流放之人 沿地下河修建的城市 多年来集齐了多少逃犯 以及走投无路之人 没想到 此藏屋纳沟之地 竟成了我的容身之所 你东莹妖人 你敢杀我聚焦 还在这里烧口子吃 我不是妖人 你才是妖炮 群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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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群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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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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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梅玉佩 是谁给你的 妖婆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给我 齐相濡 齐大人 是你何人哪 你认识先父 原来是父子 何止是认识 你父亲 与我有恩 那婆婆你这是 对我有恩之人 我叫你好好的报恩 别饿了 他 你 他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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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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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体要制的 千冲万一高 背头如何呀 看 看 看 保安方式 就是 白人 画我 折磨 折磨 小胖子 人将仇报 要 拿 折磨 被 把 折磨 匦 大 快点快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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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爹 这次你可一定要保佑我早日不安 振兴起家 这个世界没那么好 还是笨的人比较多 再有一天 你也能成为跟我一样 一如所有的人 只要其他人不得此案 把关系与安宁 应该愿意嫁给他 我在这里等你 从今以后 这个世上再无其力 公子不要轻声 你是谁 为何要阻拦我 我是古儿 是水婆的徒弟 我是瞒着婆婆来给你送药的 此乃收香活不够 配合汤药可帮你痊愈 双目已飞 往事不在 非人一命 不思何有 公子没有自寻短见 终有一日 一定能回到从前 现在重要的是把伤养好 你说 你叫古儿 你叫古儿 你的声音 和我的一个朋友很像 公子若不再轻声 你把我当作谁都无妨 古儿 公子我要走了 你要记住机关道的口诀 无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一人欧人者善 一己敬人者恶 公子切记 你 想我死 没那么容易 有点意思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还知道口诀 可惜 这道众机关 都是通过前几百完成的计算 没有一次运作 是相同的 真假难辨 善恶不分 不是你背几句口诀 就能够过关的 齐公子 公子是我 我是古儿 不可能 你就是 对不起 是我一时激动了 古儿只是鬼市里的 粗笔农家人 之前并未见过公子 说来也是 他怎么会出现在鬼市呢 再说 我如此狼狈 若是被他看见 更是无敌自容 更是无敌自容 公子你要停住 以后定能见到的一种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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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进退连环是双手撑手 扭头忘笔 机关是混沌的 你想要穷尽一切变化组合是不可能的 唯有限于时间和空间而行 方能变清真假善若 戏王 戏王 齐公子 我给你准备了点新衣服 你要是不嫌弃 我这就给公子换上 古儿 谢谢你 这些天多归你的照顾和指点 农家人的手静如此光滑 古儿姑娘也是第一人 你左手的十指与中指都有碱 很明显就是一双会弹琴的手 夏宾月 是你吗 我可死 怎么会这样 齐公子请自住 有杀戚 齐公子 这种方法躲不开攻击 重来 这样也不行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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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杀他们 婆婆逼我服下千冲万亿高 是为了治我毒伤 婆婆教我过机关道 是为了教我通关秘书 这几个人 徒有打一去无杀心 想必就是对我最后的势力 我如果杀了他们 岂不是枉费了您的一番苦心 如此可教也 婆婆对麒麟的再造之恩 麒麟永世不敢忘 齐少爷快快请起 我说过你爹对我有恩 这牧人机关道 也是你爹当年所创 是专门训练解构术的 解构术 这人 有眼耳鼻口手无感 而解构术 就是打开人的第六感 心眼 谢水婆大恩 不必谢我 我只不过是 将你爹的东西 还给你罢了 齐相如大人 一生涣海浮沉 一双慧眼 看见的是非黑白多了 自然动起人间之事 眼见飞逝 你 要善有他 日后刻离至盛 看破人心 靠的就是 心眼 齐灵谨遵教诲 好 看来 是时候还你双眼了 齐公子 我叫古儿 是水婆的徒弟 古儿只是鬼市中 粗鄙的农家人 之前并未见过公子 你果然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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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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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鬼市也有移开祥河的景象 今天是中元节 算是鬼市里面的景象 其实鬼市里面的人都跟水婆一样 面恶心善 这么说来和长安并无两样 大家也会过节 又有欢乐的事 这个 水婆说过 鬼市必须以恶替善 才能收纳无一 要让外人看见她的穷穷极恶 才能让珍重穷穷极恶之徒 禁而远之 要让外人觉得她乃藏无纳构之地 才能让天下无一之人得压安乐住所 其实 若非世间人心难测 谁又愿意以副丑恶的样子活着呢 以恶替善 收纳无一 这里比长安美多了 你还在想念夏姑娘吗 说起来也是可笑 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 却做了一对谎谈之事 睁眼闭眼都是她的影子 或许是因为得不到 所以才成了心中的执念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不是大理私情 更无言去面对她 或许她也并不在意你到底是不是大理私情 我相信 有缘千里来相会 你们一定会再见的 或许 我心早一定有所说 还是应该再多看一看 我们去铜锅里面 我们去鸟的门 你自己看才能够 你还帮我的帮手 我来说 我去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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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鸟了 我去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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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拿到烂烟草使用 传说 我可以带人进入幻境 别碰 这金龟咬人很多 以上次中的毒 就是金龟之毒 要用千重万语高才能治好 我 郭儿 来 接着 小心 没事的 没事 赶紧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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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怎么能弄我 我先去 要去 慢点啊 郭儿 等等我 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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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果儿 果儿 你去哪儿 果儿 果儿 你为何一直躲着我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果儿 你等等我 你去哪儿 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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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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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水泡把我打败 知道我们东央人喜欢捕鱼 就安排我在内河桥捕鱼 你去捕鱼 那谁保护陛下 陛下 陛下 陛下有危险 记者 难道你已经阻挡 敦环壁画杀人的秘密了 这是 这是结构术 结构术 这是 此乃鬼是一种特有的甲虫 靠屯子的味道 它叫绣甲金龟 听闻鬼是中人 以它的外壳作为烟草一样服用 预热便会产生出炙热气体 而破案的关键就在你身上 你是唯一一个进到洞窟内 去安然无视的人 是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壁画吗 不是 当日我刺瞎双眼 正是以为眼不见便能躲过幻想 是火把的热量触发了壁画上的绣甲金龟 那为何红大人 靖大人 藤子寺 还有太子 都自己烧成了会 是 因为被绣甲金龟咬活的人体中自寒热度 只有千冲万语高才能治疗 否则 必死于自然 原来这都是鬼数的计量 机长 既然你已经知道答案 你为何不去禀报陛下 虽然我知道作案手段 却不知凶手之谁 动机为何 就算禀明陛下 陛下也未必会相信 看来这次 的确是遇到了高手 高手 机长 你知道 东应忍者是如何击败一个武士的吗 高级的武士喜欢多人兵器 我们忍者就在武器上涂散毒药 让武士抢过去 一夜 我不小心暴露了我忍者的身份 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一人欧人者善 一己敬人者恶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着火了 着火了 糟了 武医馆 来 原报应 水佛 赶紧的 雨 水佛 水佛 赶紧进步 他被他的师兄 给抓走了 古尔的师兄 当朝古尔 真是古尔的师兄 果然是他 当时那里头 被犯师们 古尔 后离下兵役 阴雨长 想借你身手 说掉吧 没想到 让你落落 如此的眼睛 你说古尔他就是 没错 古尔 真是想比你 让他知道 你冷落的鬼是 怕你身心 不敢以真面目来见你 原来照顾你 可怜你这世人之后 我无事 明明看 清清之处 睁开眼睛 却成了瞎子 一位 一位 禅娱 一位 一位 兵王妃 兵王妃 是你吗 臣妾 见过晋王 朕已经是天子 不是晋王 只是内丹记忆 只剩下定王妃你了 晋王既然记挂臣妾 为什么不来敦煌看我 可是内疚于当年 定王之事 不 朕从未内疚 此事乃是命中注定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只是 那个时候未曾救下你 朕 一直心中有愧啊 臣妾在敦煌 恭候圣驾 陛下 敦煌壁画案未破 恐有邪恶迷惑龙体 以至神志幻师 为今之计 陛下只有亲至敦煌 臣才能为陛下去出心结 依国师所言吧 遵旨 对 不 敦煌 让他 给王妃 陛下 陛下 慢点 丁王妃 臣妾 参见晋王 丁王之上果真是你 丁王 不是想要见到陈倩 朕 已经不是当年的丁王 朕如今是天子 丁王错了 丁王才是真正的天子 你不过是个 篡位之主 朕 朕 护驾 快护驾 大胆逆贼奇灵 还敢出现加害陛下 朕要血口喷人 真正要加害陛下的 是你才对 丁陛下 此壁画由一种西域毒虫拼凑而成 这种毒虫在阴冷处会折服 与高温则会苏醒 产生一种令人致患的毒气 中毒者会看见平生最恐惧的失误 这满地的虫尸 就是最好的证据 企大人的推断果真精彩 按大人所说 陛下看到的丁王妃是幻觉 毒虫已被烧死 那么请问 这名女子又是何人呢 伍尔 臣妾见过皇上 陛下 陛下 帝王妃 帝王妃 皇上等着 皇后多时 臣妾最呆万死 阿妃 快快进去 你上次约我再次会面 我今天来了 丁王呢 回陛下 丁王不肯见面 他每每相信你为了皇位不顾手足之情 加害于他 他就背痛欲绝 快 快 滚姑娘 快 保护陛下 阿妃 轻子 还不出来 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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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林 这是后处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阿妃 阿妃 陛下 陛下 他不是丁王妃 他叫孤儿 但是国师又来假扮丁王妃之人 国师 我跟你们交署 你看这儿 照顾好她 队下 快走 新奇的都送你到地府门前 一只脚都迈进去了 还爬得回来 别急急歪歪 你动手我都懒得跟你说 战 击人 这人也会接口 你能看到我的未来 我也能看到你的未来 打了这么久没完没了 要不再来歇会儿 也好 我们一起转身 合作苟入 演为定 对比小人早看着你了 我靠走连开始都一样 吹你来了 快走 日后 克敌至圣 看破人心 靠的就是 星剑 不可能 解口说我学了二十年 你到归室来回都不到一个月 怎么可能学得回 这也是叫天赋的 没想到跟血缘还有关系吧 创射这套功夫的 是我爹 那你下去见你的爹吧 别过来 小子 翻着白眼下无事 我怎么没有看到 因为你有眼睛 所以你看不见 陛下 赶紧走吧 旋律 随雷 陛下 快走 相不等 追不及了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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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熙凌 快走 熙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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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了 熙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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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少 我曾经答应你 破了笔花案边嫁你为妻 如今案件已破 我便是你的妻子了 若丈夫生死 妻子岂能毒活 少爷 少爷 您没事吧 大福 我成功地把洞库挖穿了 大福 你真是个天才 少爷 我对你们生了 来吧 我兄弟 好 帮他们来 没问题 兄弟 臣参见陛下 爱卿来了 寡姑娘也来了 陛下 中秋佳节将近 长安城一片繁华 可惜这繁华之下 朕的身边却出现了如此凶险的恶徒 鬼市之下看似藏无纳垢 却出现了爱卿 与古娃姑娘这样的忠义之事 果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哪 陛下圣明 我朝日后定会国泰民安 还好有其爱卿会演独具 全葬爱卿也功不可没 朕一定会重赏你们两个 谢陛下 你可曾听闻定王妃一事啊 回陛下 定王妃正是古儿娘亲 二十年前 太子定王蚕死府中 晋王登基 当时便盛传晋王乃篡位之人 如今若皇帝驾崩于朝 那太子接位顺理称朝 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唯有让皇帝崩于敦煌 做事当年遥远 我当皇帝才会名正严顺 凶手已经伏法 恭喜陛下 这下祭天大典可如期举行 mics 他人都没有 闺下 3 2 通知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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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